欢迎来到飞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我是林少宇 好 今天呢 是我们谈 我跟林少宇谈国际新闻的时间 但是我知道呢 大家今天呢 最关心的呢 就是郭台铭啊 今天早上呢 他终于啊 宣布他的独立参选 不过呢 他的玄机呢 就是在说 他的参选呢 是为了要整合 是为了要整合 这个在野力量 要这个主流民意联盟 所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来跟大家解读一下 这什么意思 这什么意思 我不懂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他今天要进这个赛局 然后他 他就是要先拿到入场券 然后过去呢 他虽然呢 说过说 他要支持 被国民党征召的侯友宜 那他今天就跟你讲啦 这个 因为民意在变化 现在的主流民意 就是在变化 这个你郭台 你的柯文哲呢 还有侯友宜呢 你们都没有办法 就是领先这个赖清德嘛 因为我今天早上那边听了 他的完整的记者会 他有没有这样子讲 他有没有说 你们两个都没有办法领先 这个赖清德 总之他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我今天出来 我拿到了这个入场券之后呢 我要来整合大家 就是到时候我们要来谈出一个胜选方程式 可是呢 他也他既不愿意回答说 那他有没有可能愿意屈居副手 或者是说是不是参选到底 他的意思就是 他都不他都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甚至于包括就是说副手的人选的问题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传嘛 那今天最新传出来说是高金素梅 因为呢高金素梅今天早上十点钟 刚好他也要开记者会 可是呢跟我之前呢 我却知道的 就是说高金素梅是人选 考量的人选之一 但是有还有另外一个蛮重量级的 一个蓝营的男性人选 就是有两个 也是他的副手名单 那他今天到最后还是没有揭开这个谜底嘛 要大家这个实习成熟了 就会告诉大家 我觉得牵涉到不同的因素了 第一个就说 因为你登记参选 登记领表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有副手人选 他的名单就会在上面了 可是因为接下来呢 他不是要跟侯友宜喝咖啡 然后也要跟柯文哲喝咖啡吗 他觉得就是三个人要坐下来谈 谈出个胜选方程式 那他联署是会势必联署的 可是那个名单上的人 如果是高金素梅的话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他是无党籍嘛 假设是另外一个出身自国民党的人啊 蓝营的人的话 他可能就会面临到党籍的问题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不就是破坏了合作的气氛吗 因为郭台铭今天的这个联署参选 他的那个副手人选 是随时可以为了整合而退的 他的他的副手人选是 随时都可以要为了整合而退的 那在这种情境之下 如果说他找了一个 具有国民党籍身份的人的话 然后登记在那个上面 那那一刹那国民党就要把他 打掉 就要把他开除党籍啦 就要把那个开除党籍 就不利未来合作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是要再看 未来的这段时间 大家喝咖啡的结果气氛是如何啦 那至于呢 他会不会参选到底 就看到未来大家提出什么样的胜选方程式嘛 所以说这个名词难取说 听说今天赖神已经穿上定制的龙袍登机了 还早还没有了 现在就是看说在11月的时候啊 总统因为他们势必要在11月前 整合出整合出一个胜选方案嘛 就到底怎么个胜选方案才好 是郭台铭因为他可能到底什么用民调呢 还是用各种方式呢 来决定说谁赠谁赴呢 他总要谈出一套方法来就对了 好所以大家先不急啦 就是先看啦先看一下 好这个是今天这个郭台铭的新闻 大家觉得说现在就玩完了也还没有啦 我的意思就是还有戏啦 后面还有戏啦 后面还有戏啦 赖神名词难取说赖神已经赢了 啥看法有啥重要 选举不重要早就结束了 郭台铭参选台湾选举没有任何悬念了 我刚就讲说还有戏啦 从现在开始到十月可能都还有戏啦 所以除非就是说反正就是大家协调不出来 然后十一月登记的时候呢 就起码是三就是三卡都 那这样就玩完了嘛 那这样就是到那时候呢 大家在收拾书包 然后准备呢 去度假的去度假 看戏的看戏 赖金德 那接下来就垃圾时间了 垃圾时间很久了 对垃圾时间了 对 郭金 高金当郭的富人 那立委也不会啊 他是武党籍的啊 他为什么立委不要了 他没有差别啊 对他来讲他继续可以啊 他也没什么诚信的问题嘛 他也是武党籍的啊 所以他没有这个诚信的问题啊 我刚刚不是讲了吗 他就是 他的富手人选就是 随时可为了整合而退的嘛 所以他的 他建议再强调的就是 他建议再强调就是 我只当一届 然后我今天出来呢 是为了要整合 当然啦 到目前为止 他还是觉得 他最有办法 他最有能力 我既可以让这个郭 我郭台铭最有能力呢 整合这个柯文哲 然后你侯友宜呢 根本就是没有票 你们到后来呢 看着办吧 你们国民党 如果国民党 国民党不不像这个 国民党如果要硬撑到最后 那你可能就会像 呃 金牧冲所说的 庄严的倒下 庄严的倒下 那这样子不只 倒的是侯友宜哦 倒的还有国民党的立委哦 会很惨哦 好这个来继续吧 他知心心是哪里来的 他知心心 我之前前面讲过很多 对他知心心哪里来 他的知心心呢 就是第一个 这个侯友宜的民调呢 太弱了 就太弱了 然后呢 地方上面很多人呢 都还是告诉他说 你出来才有办法整合 而且一般的民众 还是对于 你看他毕竟还是一个 成功商人 成功的企业家嘛 然后他做到今天这个红海 这个等于是世界级的代工 代工帝国 他是有两把刷子 你今天如果听他 呃在那边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讲出个所以然来 你不管你认不认同他讲的话 经济啦 或什么的 那他还是可以讲出个所以然来 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侯友宜的论述能力 就真的是差太多了 柯文哲OK哦 柯文哲可以讲哦 柯文哲很浅 但是他可以讲哈哈哈哈 听起来他跟川普的 人格特质有点相近 但是他没有他没有川普 这么的有戏剧性 就是说郭台铭呢 他还是他还是在回答问题上面 或者说他暴冲的几率都非常高 而且他暴冲的几率呢 常常都会是朝向一个呢 给自己带来很大后座力的一种暴冲 像他今天比如说讲说 中国经济糟透了 然后讲的一东西 他其实那种东西后座力都会很强啊 但是没有 但是他有言语上的魅力 就是你今天讲了一个很清楚的东西的时候 就媒体效果来讲一定很好 那这个部分呢 又是侯友宜缺乏的 可是那个 这人叫什么名字 你刚刚讲到他 川普 川普不一样啊 川普他是 他完全知道他这时这刻 他在做些什么 他没有政策的内涵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他的演技非常好 他们都自恋 就是说在他们的性格里面 其实那个郭台铭没有像川普那么自恋 他是一个很务实的生意人 如果他真的很自恋的话 他真的很自恋的话 他四年前 他就会不自量力的参选了 是吗 对啊 可是那时候他很务实啊 你看到反送中这种状况 谁选都选不出 谁选都 谁选都当选不了啊 然后那时候的柯文哲又不跟他配 郭台铭很惊的啦 他不是他不做这种 他不做没有把握的事 只是因为今年 今年的事看起来很好嘛 会嘛 就是在九合一大选之后的时候 可是没想到呢 了不起的在野 在野的部分 现在才几月 就把那个情势完全翻转 是啊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这就是 这真的是 原本是一盘可以下得起 还有机会下得起 就这样翻掉 对 但是还有机会啦 看看喽 看看喽 你哪应该帮忙联署的啦 这个没有问题啦 这个 Kavin是不是 Kavin说 郭民党一乡情愿讨好 党不崩才快 他没有啊 他今天没有 他今天没有讨好啦 他今天已经讲啦 发言人那个林宽玉说 谁去帮忙联署 谁去帮忙站台 一例党绩伺候 因为他只要一宣布 一定是党绩伺候的啦 所以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说如果 他找的是一个蓝营的人 要去当他的副手的话 那他就会被面临党绩伺候嘛 那就表示说 他们就是未来的 就是那个气氛 就会变得比较不好啦 这个应该是 他们考量的重点啦 哎有一个说 我们还是赖清德当选吧 对姚海 阿里姚海说 对统一来说是好事 对啊 没错啊 赖清德当选 不大 大陆比较好处理问题 大陆 对啊 没错 既然我们讲到选举 这个我们就很快的把川普的选举 我们本来今天要放在最后的 来讲一讲 川普他 嗯 造了那个嫌犯造之后 对啊 他那个都算过的 对不对 对是 凶狠的这样唱 对当然 拍拍得很好 好演员就是好演员啊 难不愧是talk show的演员啊 嗯 对他在表演方面是是不错 他把演员都不错 因为他抓的 抓的点都满满准的 对对 就我今天 反正我我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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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哈哈就川普 我就是我就是已经要拍这个呃 嫌犯照了啊 那既然如此 我就是想好一个角度 我觉得他不知道是对着镜头 已经练习了多久那个那个歪歪的 嗯 一定是练习的 对对 可是专业的专业的人都要这样练习的 我觉得我觉得就在这个法院也让他这样做 就是说平常你看那个嫌犯照都是占着直指 因为他量后面他有个尺要量身高的 有道理 对啊 所以这这就是当一个总统有有的 或是前总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 说的好说的好 你这个点说的太好了 对是啊是啊 然后呢就是光是这个嫌犯照 他呃这几天他已经募款募到两亿台币了 他立刻就他们就推出他的嫌犯照 然后下面呢就是竞选的小物 然后呢 然后所有的那连结你看川普多会 好我们要回归到今天的国际新闻 首先呢当然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已经抵达这个北京了 然后今天上午呢 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晤 我刚我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等 那个对他们发这个新闻出来都还都还没有 好OK来请说 雷蒙多是这个在最近几个月的时间之内 美国跟中国在这个高层互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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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人人官员 里面第四位到北京到这个北京去的 跟雷蒙多这个能够这个这个这个能够有互动的 然后这是可是呢 据说是美国那边不同意 美国那边不同意的这个理由是很简单的 他就他就认为说我们要派什么人去你那边 是应该是我们决定的 而不是你们我要听你们的这个安排的 那这个话这个 刚才你说讲的有道理没道理都都可以讲出一般道理来 不过最后中方是这个让这个布林肯先来了 这是美方去美美方需美方要求的 然后把这个雷蒙多摆到最后 那么让雷蒙多摆到最后呢 其实有个好处就是让这个现在驻美大使谢峰 能够跟他有更更充分的时间 在他这个出发到到北京以前先沟通 先把那个先把这个定 他想要去的这个谈的事情啦 先想要先知道雷蒙多的想法 然后他也告转告北京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立场基本立场是什么 这样其实不是也不是一个坏事 对然后这个他这次呢 这个这样他是昨天晚上到到达北京的 对那从今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三天的这个时间有会面 有有这个跟这个中方以及这个那个美国大使 美国大使馆见面的机会 那么就下面就像是下面就是 他跟王涛见面是一定一定会有的 他是这个对等的官员嘛 他会跟李强见面我想是会的 因为李强上次就就跟那个 呃叶伦都有见过面 至于会不会跟习近平见面 我就不知道 嗯嗯嗯嗯就过去的例子来讲好 就是看起來呢 習近平就中國在接待美國的部分對等來說 他見了布林肯國務卿 然後擺出了他是 我是主席 你們大家來這邊聽我講話 我來這個下達的那個座位的座位的這種安排 我來下達指示 來聽取你們報告的這個座位安排 就是有點刻意 對 然後呢 但是他也見了氣候特使 凱瑞 我覺得他見氣候特使凱瑞 其實是在表達中方在有關於全球暖化的這個問題上面 是一個高度的重視的 因為也代表他們在過去所簽署的巴黎氣候協定 他們的一個尊重 一個當時是川普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 然後呢 中方呢 反而是作為這個全球暖化的一個很關鍵的 主要的一直的力量了 那所以我覺得他是在表達著一種態度 然後部長級的這個部分 工作層級的部分就有李強來見 他就把他就給區隔開來了 所以現在不知道未來會怎麼樣 就是說假設如果說他見了雷蒙多的話 那或許可以看作是說因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各方面的對往下走 然後使得呢這個對於雙方在溝通的關鍵事項上面 習近平認為有見面的必要 那是習近平的一個我要講 應該講浪步嘛 還說表示說他這個重大訊號嘛 就是這個重大訊號就不下再看了 然後你要談到的 就是說雷蒙多這次去的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對因為美國商務部向來是這個站在美國 美國以及美國商界的利益的立場 去跟這個處理對外的貿易事務 那麼那在過去大部分商務部長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去A國B國C國的時候 我去跟你談談生意 我就代表我們我們政府告訴你一個信息 是我們願意幫助我們的 我們自己國內企業 什麼播音啦 對拿大單啊 可是他這一次呢雷蒙多這一次呢 卻有除了他要做這件事情之外 他預計會去跟這個代表美國的藥廠 去跟北京談說你們不要在這個 你們要嚴格管制一下那個IP的事情 那個專利權的問題 不管我們這個藥廠的專利會被 這個這個被大陸拿走很多 或是這個侵犯我們專利的事情很多 然後美國跟波音那個簽那個核 簽那個這個意象書 中國中國 對美國跟中國 現在的意象書要賣波音的飛機 就一直那個那個單子一直都沒有實現 中國反而空洞巴士買了不少 這些這些事情 那當然中國是故意的嘛 對對對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一方面呢 有他想要達成的部分就是包括像是藥的IP的問題 還有波音的部分的問題 但是他的另外的一個難處是在說 過去幾年來對於中國大陸實施這些禁止的通通都是掌握在商務部的手上 不管是直接或間接的 包括商務部這個底下會底下單位就是這個這個研究會哪些哪些哪些領域是是要這個 然後危害到這個所謂的美國的競爭力 對是要卡脖子 然後他還負責那些這個晶片晶片晶片廠商 比如說台積電啊什麼Nafidia等等等等 他們要到不是要到美國設廠 沒有到不去大陸設廠我就給你一筆錢 有沒有十年你就十年不要到大陸設廠 這筆錢是大概六百億美金 是他負責發的 他來分配說哪一家公司哪一家公司可以付到多少錢 所以他手上還有這麼六百億美金的籌碼 所以對中文大陸來說他是一個 Nafidia是一個關鍵是一個關鍵角色 可是呢他想要在這個中美現在競爭 他們雖然說不是脫鉤而是低risk的這個情形之下呢 一方面呢要幫美國的企業爭取這個權益 一方面呢希望對於美國企業呢 准入這個中國市場呢 談出一個比較好的條件 另外一方面呢競爭又如此的這個激烈 雖然說在雷蒙多去之前的時候呢 日經中文網就報導說 對於高科技的好像晶片的 進入到這個中國的那個緣可能會緩衝期 可能會再延長一年 那他們可能還是會鎖定在一些的領域上 比如說他們之前講AI啦 然後量子啦 對量子通訊等等啊 所以我們就看看他這次能夠談出個 談出個什麼樣的成果來 如果說能夠成立工作小組的話 其實已經是一個進步 很大的進步了 對拜登政府來說 雷蒙多這次的表現 就在考驗美國政府能不能在這兩個兩個方向中間求取一個平衡 美國平衡呢 這個說法我覺得是根本是騙小孩子 根本不太有人相信 還有一方面說 他們說你放心 我們還是願意跟你這個和平共處 然後我們共同這個創造貿易機會 商業商業機會 大家都繁榮大家有錢 可是對不起唯獨在一些非常小的領域 非常窄的領域 我們因為牽涉到我們的國家安全等等等等 所以我必須要限制中國大陸不會小院高牆 對中國大陸不會去沒有人會相信這一套 對所以那這就看沒那麼多 這次沒那麼多 聽著這一趟這一趟訪問天生叫背負的這個美國政府政策的原罪 然後所以說就是看看他們最後能夠達成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關聯到就是說中國經濟上面的發展 因為大陸的大陸的美國的小院高牆 對於中國來說呢 他的確造成了他的發展上面的高科技這個領域上面 發展上面很大的一些的限制 但是關鍵的不只在此啦 經濟學人呢 這期的封面呢 還是做了有關於中國經濟的話題 是 那他的標題是什麼 他標題說這個為什麼中國經濟的沒辦法解 沒辦法解決中國經濟的問題 他說是一個這個越來越獨裁的政府正在做很多錯誤的決定 嗯所以他的他的詞還他的標題還很兇喔 他就是直接用這個獨裁 獨裁喔 對 OK好 來請這個少羽跟我們演一下經濟學人的分析 對他就說他講說這個經濟學人最近 不是經濟學 中國大陸最近呢 發生就比如說這個從這個GDP開始 GDP的這個成長呢 雖然在解封之後 有一短暫的小小的這個 因為這個報復性旅遊或是 這個過去這個清零政策 大家憋太久了 在這個消費在這個消費消費消費 消費力道非常強勁 可是呢 就這樣彈化一線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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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鏡頭就彈化一線 就就就消失了 對那比如說包括GDP的這個成長不如預期 然後呢那個甚至美國也很也也也還比他好 然後呢這個房價下跌物價都下跌 消費者的這個這個 這個消費者信心指數這個也下跌 然後呢這個尤其在這個對於過去對GDP貢獻最多 超過20%以上的房地產業 發現房子賣不掉空屋很多 然後呢這個最近發生呢是有一個房地產廠商叫 碧桂園然後他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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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家公司另外一家公司他這個呃 呃違約就預期那個這個時間到沒有辦法這個這個還款 對這些這些問題呢都對於中國大陸的經濟呢造成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非常大的打擊啊 然後呢所以這個很多人就預設說中國會不會陷入日本在1990年代那種通貨緊縮的那種 去經濟經濟泡沫然後這個包括物價下跌啦信心不足啊 加上老年老那個人口老化的問題 可是呢這個很多人經濟學家這個經濟學家很多很多經濟學家說 甚至這一次中國現在情況比日本當年還要研究 因為這個嚴重嚴重因為這個中國大陸現在欠的外債比當年日本還要多 所以然後他這個消費需求 是外債嗎 我就是欠的債 對他沒有外債他主要的沒有外債的問題 對是欠的債 他是內部的問題啦 嗯對 地方債啦還有什麼這些的問題 然後呢這個包括很多人就就講從拜登總統開始 他講說這個中國大陸呢現在正在這個他的有一顆定時炸戰正在踢他踢他走 他就說這個這個這顆炸彈因為已經在走了 嗯他一定會引爆 那這件事情呢拜登是在講什麼事情呢 就講說他老年化的問題 因為這是沒有辦法去改變的嘛 就老年化時間到了 這你的到時候你的這個整個這個勞動力就會減縮 再來是他講第二件事情就是 年輕人的失業率是是升高的 嗯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了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這個他的問題 拜登拜登另外還講了一個話是在調侃中國大陸 他說呢這個聽說中國大陸最近情況不太不太好啊 他說這件好事因為這個壞這個壞壞人壞傢伙呢 壞傢伙呢這個這個會就在做壞事 這是一個然後有人用那個有人用那個一個叫做long coffee 就是我們說那個新冠疫情的時候 這個這個他這個得到得到得到新冠疫情 long coffee long coffee一直沒有好 嗯那這邊是講說呢習近平在過去兩年多 兩年多來從這個新冠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他就開始把手插這個把這個國家力量插進插手 進到私人企業裡面去包括整改這些科技業啊把這些科技業 改搞得很慘然後他在這個新冠疫情期間兩度封城的決定 以及這個堅持要動態心靈的決定都在在向外透露出一個訊息 這訊息就是說呃我的任我現在當政的政府 我願意去犧牲或是不顧經濟發展去我去這個要做我另外一方面要做的事情 嗯比如說黨的力量控制控制這個這個私人企業等等等等 那讓大家覺得說今天如果真的經濟發生什麼問題 你也你的你的天平上你也不會太去重視經濟發展 那麼在這種情況之下老百姓那今天的這個經濟情況的確不好了 老百姓對你政府是沒有信心的對你政府想出來搶要搶救經濟是沒有信心的 那麼這不像那加上習近平呢他對於這個他的經濟的信用呢也不足 不如當年的鄧小平南巡的時候不如茲鎮基在1998年的這個亞洲經濟危機的時候 他出面說亞洲經濟風暴出面說說這個大陸的這個GDP GDP一樣會會維持在8% 而且在而且在這個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 而且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呢 因為大陸那時候的經濟呢很穩啊 還能夠大力的支援這個香港 這個對於香港度過亞洲金融風暴 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可是就是說剛才這個林少宇分析的這個經濟學人的觀點就是 現在的中國呢跟過去呢已經不一樣了啊 一個是習近平的 這個習近平的統治的哲學啦和過去不同 第二個疫後經濟呢帶給他們的就清零的這個部分呢 帶給他們這個傷害呢其實是很大的 所以他現在要從這邊呢慢慢的來復甦 所以他在接下來就在講說為什麼這麼的困難 然後他這個文章裡面呢 經濟學人文章裡面也有提到就是 為什麼他們這一次呢不願意用這個過度降息的方式 然後最重要的是他為什麼呢不願意 就是採取採取一個比較社會福利的政策 為什麼啊 因為這個紐約時報在一篇文章裡面 我說經濟學人不是有講到嗎 對紐約時報也有講到 就是說我看了我就綜合了一下 紐約時報講到一件事情就很有意思 他找了一個找到一個習近平在兩年多前 在求是寫了一篇文章 發表了一篇文章 那基本上是跟內部在講話的時候 黨的很重要的一篇文很重要的一份刊文 他講到那個講那篇講話題目是講說 怎麼樣紮實的去這個做到 這個這個全面富裕的問題 他裡面講到說呢 這個全面富裕呢 這個他他說我們要的是呢 政府不能什麼都包 重點是要加強基礎性 普惠性就普惠讓大家都能夠共享普惠 然後呢兜底性的 共同富裕啦 對共同富裕兜底性的民生保障建設 即使將來發展水平更高財力更雄厚了 也不能提過高的目標 搞過頭的保障 下面就來了 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 來養懶漢的陷阱 所以這是紐約時報寫的 那這個紐約時報的他就是 他就說從那個時候 共同富裕是要共同富裕的 他共同富裕的方式呢 就是叫你有錢人拿錢出來 沒錯 但是呢就底層來講 我們也不能夠養懶漢 好我們繼續來聽一下 這個紐約時報啊 經濟學人啊 就林少宇綜合這些國外媒體啊 對於大陸經濟上面的評估 他就說除了然後還有呢 對比如說他最近最近 最近講的一個話 就是講到年輕人失業率的問題的時候 還有年輕人的不要挑工作 對要要勤奮 這也是另外一個說他不願意 他的更生地固的想法就是 他不會去這個 你要工作你要有錢 你就得自己想辦法 你要看到自己的努力 也許政府還會幫助你 第二個是大陸前陣子搞年金制度 那個年金制度的錢是 各省政府跟中央沒有太大關係的 然後各地政府呢 這個除了年金制度 然後他在這個那兩年的這個 新冠疫情期間 這個那個搞那個核酸核酸檢測 幾乎把那個錢 地方政府的錢都用完了 所以他現在面臨到這個年金的事情 他年金的他也 哦付不出來 付出來這是地方政府 這是大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欸最近那個不是又是 大陸一個衛健委什麼的 不是去衛健委是主 衛健委你們叫什麼 叫主委嗎還是什麼的 他就他不是被接受調查了嗎 可能不知道牽涉到什麼樣的弊案 好OK然後 然後這個經濟權說 其實大陸大陸有一種說法 是大陸經濟已經成熟了 這成熟不是好事 成熟就表示說你已經過了 你到了高峰期了 你是接下來 已經過了高峰期了 接下來往下 接下來往下掉 比如說住房的需求 基本的需求已經滿足了 那再有人會買第二套第三套 那是他要這個 將來去賣 想要在這個在市場上 買賣去賺錢的 但是但是呢 又牽涉到就是因為 習近平在之前的時候就講過 房子是用來住的 不是拿來炒的 沒錯沒錯沒錯 所以說在很多的貸款啦 房貸利率就是在於 這些建商他們的貸款 還有利率上面呢 都做了很多的限制 然後就是就調高怕你炒房啊 然後可是呢 呃沒想到經過了這個疫情 然後他們要 然後美債又升息 不過那個美債跟他們的 這個無關啦 跟這個中國比較沒有關聯的 就在於是說 大陸的像不管是碧桂園的問題啊 或者是恒大的這個問題啊 他們不是不是像雷曼兄弟一樣 是屬於那種連動性的 因為雷曼兄弟他們當時 從房地美房利美他們是次級房貸 是沒錯 然後又跟外面呢 有這麼多的連動 是中國的問題 比較是屬於 呃內部的這些債務什麼的問題 可是還有跟他們的政策問題有關 是因為呢大陸呢 過去呢很長一段時間 我就說這個大家都要看 就是很多問題都是累積下來的啦 比如說胡錦濤那個時候 他們各個地方大家都要 哇整個經濟非常的蓬勃啊成長啊 然後這個賣地啊然後各個各個的省 他們都有一些經濟發展的硬指標在那邊 所以都是造成了很多問題 到後來你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碰到這個疫情的時候就一併爆發了 是然後這個你記不記得前一陣幾年前 這個突然大陸的補教業 就被習近平的計畫 對沒錯 那也是習近平的一個思考的反應 他這個習近平說他是他不喜歡這個 這個沒有秩序的資本的這個 沒有秩序的擴張 他認為這不是這個真正的好的經濟成長的一個項目 所以他一句話就把那個整個整個產業就 就給打掉了 是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可能要講一下他的結論是什麼 他結論說呢這個有兩 這個事情可以分兩個來看 一個是說呢 這個房地產你要怎麼救 或是這個科技業你要怎麼救 這些都是可以有可能想到辦法的 可是呢另外一個是說習近平今天呢 你能不能這個在這個這個這個經濟情況不好的時候 你呢能夠退能夠有信 那個讓民眾有信心說 此後黨的力量不會再進到這個這個經濟領域或是會節制 那麼你有沒有可能做得到 就是就是他一直在這個就是國進民退啦 我覺得主要講的是這個問題嘛對不對 對還有就是說黨的黨的就中國大陸的決策來講 因為他實在是中央的權力太過於集中 然後呢所以他下達的呢都變成是硬指標 然後否則的話呢其實依照中國這麼大的量體 然後每個各個省的他的發展呢都奇異性很大 我們僅僅以我比較熟悉的江蘇省來講好了 你沿海的你比較沿海的這些的城市的發展 跟你在內比較往裡走的內的內陸的一些城市來講的話 他的差異性就很大啊 所以說但是呢因為他一刀切下去的結果呢 就是底下的人呢恐怕呢就都不敢說出真話 對然後這是他提出來的問題 下面就是一個大問題就是說 習近平怎麼樣看經濟發展或經濟情治不前 或經濟走下行的事情 他在今年8月就是幾經這個月的月初新華社發了一個稿 他說呢這個這是國家戰略問題 什麼是國家戰略問題呢 越是面對風險挑戰 越要堅定戰略自信 要以中國之治應對世界之亂 他講到經濟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不是純粹經濟 這不是純粹經濟問題可以解決的 所以經濟學院的結論是說呢 他說習現在重視偉大復興 而這個輕視經濟成長 重安全可是輕這個效率 重視這個人要去適應環境 比如要不要挑工作等等等等 而輕這個你要人 這個老百姓希望有一個舒適的環境 不再計較不再不再不計代價要經濟成長 所以中國就沒有經濟成長 對 他這是一些思維上面的改變 他講到的也是他在決策上面 可能就是缺乏就比較僵固性 比較僵固性 也就是說讓年輕人不要挑工作 那個我覺得那個是有點老一代的 的那種看年輕一代的那個想法 就是說他的時代其實是在變遷了 對於現在年輕人來講 他可能台灣的問題也一樣啊 台灣的問題也是一樣 很多的工作 年輕人大家都大學畢業了 他們也不願意去做 就是這個時候是比較麻煩的 我覺得他這篇 經濟學人這篇的分析 他其實最 他會講的標題上面講的那麼兇 就是獨裁 獨裁體制 專政 他講的是專政嗎 專政體制 他講的就在專政體制上面的決策上面的盲點 你能不能夠因應現在情勢有如此巨大的變化 好我們接下來講一個話題 第一個就是說 瓦格納的領導人呢 據傳啦 是已經新出爐了 但是好像還沒有 也沒有 也沒有看到他們在 沒有 在瓦格納的那個 Teregram上面 有些什麼樣的宣布 對而且大家就懷疑就是說 這個這個這個領導人 就是代號梅花的這個人 對然後他呢 他到底 梅花梅花 他到底這個未來能夠掌握多少權力 因為現在普京很明顯的想要把這個這個 他想要瓦格納這個功能要存在 要收編 可是要收編 對 收編進國家的這個這個系統裡面去 或者國防部的這個編制裡面去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說 他不僅要這些已經會打仗 或是很會打仗的這些軍人 要繼續繼續做他們打仗的事情 他還要把當年的普克里 普里格金他在非洲以及中東建立的人脈 要收要收編進來 這個就比較困難一點 嗯 就是說你現在你現在有一大堆軍人沒有沒有 不見得每個人都都都都都能夠接受或當年 或是能夠知道或是有這個跟普里格金一樣 跟這個非洲的國家或中東國家有那麼有那些關係 普里格金是靠這些關係 十年來建立這些關係 才把這個瓦格納集團 變成一個這個這個連普京都必須一開始都不能硬打下去打掉的一個一個勢力 也不簡單 這個普里格金這個儲子 是是 也還蠻了不起的 但是就是說 現在還不知道了 所以這個人代號是蓮花 然後呢 他也很受到普京的信賴 曾經 對 他受到普京的這個信賴 到最後怎麼樣 你說蓮花 對 蓮花 我以來說普里格金 可是基本上就是 這個未來他可能會把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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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就是蔡芬維爾 這個我要想辦法找到一個這個能夠去找關係在這個做這個 傭兵生意的人 然後呢這個交仗打仗事情交給你管 但是呢你還是要聽我的就對了 當然 對就是這是重點 所以基於這個角度 你還是覺得說 你是傾向於說普里格金是被 那個 被案是被做掉的 是被我是 當然他當然是被做掉的 但是說是被普丁做掉的 對 我也這樣覺得 對我覺得普丁這個 剛開始的時候摸摸頭 是非常聰明的在摸摸頭 對 就因為那時候這個勢力很大 而且他搞不好還沒有把 普里格金在 在這個俄羅斯這 軍方的那些縣 那些這個關係給慘掉啊 對 那他最近這個聽說有一個 俄國軍方的一個大將 這個下落不明 那個就是普里格金 在軍方裡面的這個這個朋友啊 真的嗎 對啊對啊 他有什麼下落不明 就是就是 就是不見了 就是一直都沒有出露面啊 是普里格金的好朋友說 可能也被 對對對 有可能是被抓起來了 被普丁給 或是用毒藥 或是關起來 不知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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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普丁是一個很是一個非常心機 就是說 他是一個很小很角色沒錯 可是他心機可以藏的這麼深 可以藏這麼久 我覺得這是厲害的 就是這樣才厲害 這樣才符合普丁的形象 對 希望是普丁幹的 然後 然後你看我這個 我就覺得很像 你不覺得嗎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是說 你普里格金 你也不是出來混一年兩年 你已經混了這麼多久 那麼久了 你怎麼會那麼清新的 跟就就就就坐上這架飛機 他們怎麼都沒有檢查啊 對啊 他們就說之前的時候 我看到有一個小新聞說 在那個他們登機之前的時候 他們曾經有讓一個 就是一隊商務的這種旅客 去參觀他們的那個座機 他們就不知道說 是不是那時候放 不知道啦 反正就是一個炸彈就對了 其實說普里格金過去 他會說 他出門的時候 他會說 比如說我要 說我要坐這輛車 可是我實際上 是坐了另外一輛車 對 然後同樣 他為什麼這次要跟 他那些這個 烏特金什麼 大家都 大家都同樣的這個 瓦格納的人 坐上同一輛飛機呢 那我問你 那那個 那這樣子的話 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在幹嘛 那他 因為他就講說 喔 我們事前就 我事前就知道囉 而且呢 我有告訴瓦里格金 而且我也告訴了 這個普金 然後呢 普金就說 哎呀 因為他還 普金真的很會演 假設是他幹的 他講說 在盾內刺客 他在見盾內刺客 共和國的代理領導的人的時候 就是稱讚 普里格金 有重大貢獻啊 然後呢 而且呢 據他的了解 他 他做了錯事 但他也有巨大貢獻 嗯 但據他了解說 他那時候才剛 可能非洲回來啊 還見了我們俄羅斯的一些人啊 就表示說 其實 哎呀 我真的是 很遺憾啊 很會演啊 好 我們只剩下一分鐘了 好 我們要來講一個 其實我覺得 讓我看了還蠻 蠻感傷的一個事情 就是 對啊 有那個鬼魂 喔 有有有有 有那個 烏克蘭的一個空軍 他是 駕駛 F16 他受訓 他受訓 對對對 他受訓呢 駕駛這個F16 然後非常的 呃受到 歡迎 他在部隊裡面的代號是 他自己的代號是 Juicy Juice 他是果汁 他是Juice 他cosine是果汁 他cosine是果汁 可是他們這個隊伍叫做 他們部隊叫做 吉虎的幽靈 吉虎的幽靈 Ghost 對Ghost 他是他那個 他那個 他死了 他在那個 試飛這個 F16的時候 在受訓練的時候 他在 受訓練的時候 對不對 他跟同事去出一個任務的時候 開的是 烏克蘭的這個 高級教練機 喔 叫做L39 他們兩架飛機 因為出任務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原因在空中撞擊 所以死了三個人 一架飛機上有兩個人 一架飛機上有一個人 喔 那他本來是 他是準備要去受訓的 他是準備要去受訓的 他本來要到波蘭去接受 開F16的訓練 對 喔 那就沒機會 是這樣子 然後他 據說 這是沒有 從來沒有人證實 據說他在 俄羅斯侵略這個 烏克蘭的 這個開戰前 前幾天 他一個人就打下六架 俄羅斯的戰機 真的假的 超棒 這個是很匪夷所思的事情 因為 過去這個空軍 你只要在你一輩子服役期間打下五下戰機 你就是空軍的王牌 他超越了 他一天就六架 他超越了這個 Tom Hanks 但是卻盛亡了 就愛點你 UFO